WUT新加坡大满贯 男女双半决赛结束 男双比赛中 樊振东 王楚钦对阵瑞典组合 凡尔克 卡尔伯格 对手曾获得过四拼赛男双冠军 对于国评组合不能怠慢 因此龙头组合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绝对的专注度 前两局11比2 11比3赢得轻松 第三局国评组合10比12高负 但之后也没有给对手机会 11比8结束悬念 大比分3比1晋级 另外一场半决赛 因为韩国组合张宇珍 林中勋退赛 所以马龙 林高远不战而胜进入到决赛 国评提前包揽男双冠亚军 女双国评只有一队组合出战 陈梦 王曼玉对阵卢森堡的迪努特 倪夏莲 60岁的倪奶奶能够走到半决赛已是成功 而且卢森堡组合还在比赛中一度拿下一局 最终实力更强的国评组合还是大比分3比1杀入决赛 四局比分为11比3 11比2 9比11 11比6